11月22號是24節氣當中的小雪 中央氣候局表示 封面通過及東北氣風增強影響 東半部明顯降溫 星期一、二明顯變冷 氣溫就像是溜滑梯一樣 而星期三、星期四呢 溫度會稍微小幅回溫 不過星期五又會再有一波冷空氣 南下影響到台灣 民眾出門一定要添加衣物來保暖 跟21日的好天氣相比 22日為24節氣中的小雪 週一起受到封面通過及東北氣風增強影響 東半部白天起明顯降溫 尤其入夜後氣溫陡降 先是後甘 東半部山區伴隨局部短暫雨 今明兩天溫度會最低 早上的溫度大概會低到16度 所以你早出晚歸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保暖 騎車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晚上你睡覺可能還是要注意保暖 不要讓老年人心血管什麼東西 有問題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然後2425大概就開始回溫 然後受水氣影響雨會比較多 天氣可能不是那麼好 然後262728另外一股封面下來 但是那個溫度不會太低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大概預測 溫度大概就19度了 然後另外兩個可能要提醒一下 今天跟明天因為這一波的封面風速比較大 所以我們氣象局發布了路上強風 在花蓮這地方可能局部地方 可能有比較強的風 所以可能要注意你在外面騎車 或是在外面行走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安全 另外一個就是明天我們也對花蓮這個地方 發布了長浪域那個訊息 有長浪的時候就可能說又風又大 然後又有長浪 所以如果去海邊做從事活動或是釣魚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 本週天氣有三段式變化 週一週二明顯變冷 氣溫陡降 週三至週四氣溫小浮回溫 但週五又會有一波冷空氣南下 這波冷空氣達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可能是今年陸秋近冬最有感 提醒民眾適時增添衣物保暖 做好防疫戴好口罩 記者蔣邦彥 華林氏報導 解凌 感谢观看